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抛出要举办生日会的消息 要来的嘉宾还得提前预约 她不是明星 又并非名流 不用想来的人一定不多 但就在罗兰生日当晚 日本各行业的有钱人几乎都来了 包括身价10亿的餐饮老板 富得留有的医院院长 营业额超亿万的实体业老总 清一色全是有钱人 并且每位到来的有钱人都主动为罗兰送上大礼 其中一位女人见罗兰与自己同岁 立马赠上了270万现金红包 是真的现金哦 还有一个超级富婆 非常有格调 直接点了店里最贵的酒 价值4000万 那一夜罗兰赚得盆满钩满 魏弄清到底收了多少钱 店长另外请了4名员工来数钱 结果惊呆所有人 5500万 堪称行业中奇迹的奇迹 而这个业绩 全是罗兰一人创造的 你要问给钱的富婆们会后悔吗 并不 他们抛下重金后 还依偎在罗兰怀中 羞答答地说 谢谢你诞生在这个世界 比对自己父亲母亲还贴心呢 那罗兰到底用了什么招数或套路 博得了富婆们的心呢 接下来我们会一一揭秘 细说罗兰的招数前不得不先解释 牛郎在日本是合法的 他们不是灰色产业 只要有相应的执照便能正常营业 但你们可不要想歪了 世本的牛郎店不提供幸福物 只是纯粹的三陪 陪聊天 陪喝酒 陪开心 就像罗兰说的 她日常的工作是开启郁闷的女孩 给她们一些鼓励 说白了就是哄人 哄女人 哄女人也需要功底的 低端牛郎看外表 顶尖牛郎拼情商 知乎上有人分析 罗兰能达到如今的位置就因情商 前几年罗兰在国内刚火 一女主播专门去见了她 与她随行的还有一位男生 出发前对牛郎很抵触 但她们进去再出来 不到数小时 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看看她们经历了什么 女主播见到罗兰 问的第一个问题关于工作 她说我担心拍的视频 慢慢没有了灵感了 害怕大家不爱看了 就很紧张 很焦虑 罗兰听了缓缓说 你在高的地方呢 你掉下来会很疼 那你往上走 掉下来也会很疼 但你往不是很高的时候 你掉下来并不是很疼 但是你一直往上走 冲出天就会去宇宙 宇宙是无力空间 掉下来也不疼 女主播一听露出很欣赏的模样 她随即盯着罗兰 那你再评价一下我的长相 你猜罗兰怎么说 她很温柔地开口 除了有魅力的女孩 我不会坐在她旁边 就这一句话 撩得女主播羞涩大笑 没了罗兰还将自己的唇膏 亲手为女主播抹上 又一把将女主播搂在怀中 轻手地摸头 她一出去整个人不行了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随行的男孩也说 我就直接跪在那里了 我一个男孩啊 你知道我之前 对牛郎的一个偏见 出去之后 我直接跪了 繁怀的街道 两人仰天长叛 仿佛罗兰给他们下咒了 这个片段并不能完全体现 罗兰的撩妹技能 她的功力不单单在于撩 还在于怎么去撩 罗兰公开传授过经验 二流牛郎是指无法回应期待 一流牛郎是指正确回应期待 超一流牛郎是指给予超越的期待 这话太笼统 举个例子 瑞本某节目做过一个 牛郎撩富国的对比场景 在相同的场景画述中 观察普通牛郎和罗兰的反应 普通牛郎名叫同生圣夜 女顾客是人气模特 一波方性 节目设置了三种场景 一 对消极客人的应对 二 对不满转场 牛郎的客人的应对 三 对问到想要什么礼物的客人的应对 先看第一个场景 一波方性很沮丧说 不最近吧 工作超级费 一点干劲也没有 真的好想死啊 同生圣夜一听进笑了 用手摸着她的肩膀说 可别这么说 你看我被亲生父母抛弃之后 被别家收养 然后又被养父母给扔了 被父母扔了两次哦 我才更想死吧 一波方性愣了 不知如何接话 先不做评价 再来看罗兰是如何应对的 一波方性说了同样的话 罗兰一听微微表示惊讶 而后缓缓开口 你真心的 费柴女啊 我倒是不这么想 我觉得你是个好女人啊 你知道好女人的定义是什么吗 如果你问我 身不认为你是个好女人 那我觉得你是个好女人 一波方性有些好奇反问 真的 罗兰很坚定地点头 又盯着她的眼睛说 我活到现在 还一次都没死过 所以我觉得 如果抱着必死的决心奋斗一回 还挺不错的 如果是你的话 只要做就会成功的 绝对 一波方性不再沮丧了 打起精神 不住地点头 聊天很成功 大家看出区别了吧 前者在卖惨是营业 后者是积极是应对 普通牛郎将话提醒到自己身上 罗兰是给予情绪鼓动 客人来牛郎店 不用说 只有一个目的 寻开心 不是来替你卖惨的 罗兰与女顾客聊天时 态度真诚 言语有互动 没有否定她的消极情绪 这样更能让女性 卸下防备心理 再看场景二 一波方性对童生盛业说 那个最近吧 你们这儿的转场牛郎好无聊 一点都没意思 虹生盛业听了 立马说 屁事好多呀 喂 这种程度就忍住吧 一边说 还一边嘴里叫着 又嘿嘿 这里可是东京 Check it out 典型的直男回答 一波方信又呆住了 不知如何继续 罗兰怎么说呢 她缓缓道 啊 整场牛郎很无聊啊 那你试过 吃完巧克力之后 再喝橙汁吗 如果吃完巧克力之后 再喝橙汁会发生什么的话 就会变得无味的 庞征博引论证自己的话 一波方信反应过来 这样啊 原来如此 罗兰继续说 你也是从大老远过来的 我真的超级开心 我会好好说说他们的 但希望你能原谅一下 下次来的时候 绝对会让你很开心的 一波方信连连点头 前者在逃避 后者用真诚 加正面回应 加道歉的方式 还有理有据 就算有脾气 也消气了 最后看场景三 区别更明显了 一波方信问 今年盛世 想什么礼物 统生盛业说 想要什么呀 我说了 肯定想要香槟塔吧 酒肯定是讲黑珍珠了嘛 现今肯定也想要嘛 之后还想要 他话还未说完 一波方信就走了 罗兰的说法完全不同 他一边说出自己的欲望 还逗笑了女子 今年生日啊 其实没啥特别想要的 啊 但是那个什么五藏小山 那个土地 好像还剩下不少 说完反问 送我吗 一波方信笑了 罗兰又立马否认 完全不用了 不用买这个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女顾客主动问 真正想要的呀 那就是你的爱 罗兰说这话 使声音很轻柔 一波方信的脸都红了 笑得前仰后合 超一流的牛郎 会给予顾客超越的期待 罗兰的表现 再次论证了他的话 记得日本最大牛郎公司的社长说 所谓牛郎 就是满足女性的情绪价值 在这一方面 罗兰满分 除了高情商 罗兰还很注重个人品牌 就是我们说的个人IP 他是将牛郎当成品牌做的 为了将自己与普通牛郎区别开来 罗兰坚持金发加黑色西装 他有一个御用造型师 每天为他做金发造型 据传他在头发上的保养 一个月花费十几万 这么做的原因 罗兰曾公开对记者说 我的目标就是要让大家一说罗兰 就会想到这头头发 已经是我的标志符号 另外黑色西装也是他的市场搭配 定制服装也好 独特的辨识标志也好 都实必不可缺的 正因如此 我才经常穿黑色西装 有了个人特点 为了吸引更多人前来 他还打造霸道董裁的人设 无论何时何地 他都会口出狂言 说人生哲理 上节目他自爆洗澡 从洗头开始 跟随殉情的人一定很多 这会让世界难与比例失调的 去喝酒 再次泡出名言 重点不是你喝什么酒 也不是你跟谁喝 而是你的对象是不是我罗兰 比起跟那边的男人们 一起喝东佩丽 还不如跟我罗兰 一起共饮甘露 林平在日本采访罗兰时 罗兰告诉他 自己坚持的是 一个人不会说我讨厌你的人 那么他嘴里的我喜欢你 也没有太多价值 惊得林平连连夸赞 你是一个哲学家 对了 他还有那句名震海内外的名言 世界上的男人分为两类 我和和我以外的男人 听着是不是很嚣张 会不会觉得太狂妄 可姑娘们喜欢啊 水盆做过一个街头访问 问女生对罗兰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有好几个妹子都说 她说的名言最有印象的 为此不少人远到去罗兰的店 就为了看她 这营销手段绝了 可泛泛而谈 毕竟只是短暂的 想要走得长远 还得有真材实料 罗兰说得有多狂 做得有多绝 入行多年 她只卖意 不卖身 就连赔酒也是极少数的 我想要优雅地赚钱 饮酒及宿醉 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日常生活里 她还坚持锻炼 每天跑五公里 据说每天雷打不动去健身房 并持续打篮球和踢足球 从身材管理到表情管理 再到气场 气质 礼仪 只要是牛郎所需的 她都在意 有人说罗兰为了能一句话撩妹 每天看广告语 并熟记于心 所以才有了那种名利场 比如她对初次到来的女顾客说 我的女神 承蒙你关照 注意看 她说的是我的女神 红女顾客吃饭 她说 我就是闪亮的星星 所以去哪里 都是米吉林星级餐厅哦 逗得女顾客尖叫 还红老顾客 你知道店里谁最棒吗 女孩称不知道 是坐在我身边的女孩 后来一次又一次 这名姑娘指点罗兰 情话满分 技能满分 还上进 真是不成功都难啊 2019年 罗兰已经是牛郎行业的顶端 在庆祝会上 她乘坐胜利车出现 在万众瞩目中 说了这么一段话 一直以来 我都被说成是无关帝王 被说 她作为牛郎的实力 到底是怎么样的 迄今为止 什么话都有人说 其实啊 我很不甘心 做出结果来 让让那些人闭嘴 但是真难忍 于是我走到了今天 情商加脑子 加实力 才是硬道理 我想这就是罗兰 能够成为罗兰 而其他人 这是其他人的原因吧 说到底 无论哪种行业 也唯有情商加脑子 加实力 才是最终的至圣之道 世上从未捷径 如果有 就是你自己 再无其他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 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 再见